先前南馬都颱風造成屏東橫沉半島水災 其中滿洲鄉受災很嚴重 鄉內有五成的簡易自來水管線被沖毀了 另外常樂村有七戶民宅 颱風造成地基滑動 嚴重傾斜 居民是求助屋門 從門口到屋後地板都出現裂縫 最嚴重的部分將近有二十公分寬 這些裂口都是因為南馬都颱風時降雨太多 造成地基滑動 其實兩年前莫拉克風災常樂村沿著平兩百縣的七戶民宅 就已經滑動過一次 居民當時用水泥修補裂口 沒有想到這回再次嚴重位移 房子的主結構已經傾斜 屋頂也和牆壁分離 南馬都颱風雖然已經離去 但大部分居民都不敢回來過夜 要用補強工程避免地基再滑動 還是要千居安置 居民說至今還沒等到政府來關心 而南馬都當時造成的溪水暴漲 也把滿洲鄉超過五成的 簡易自來水管線衝斷 民眾一個禮拜無水可用 只好自立找野溪接管線 這幾天水質才比較清澈 但只要降雨還是會有雜質 滿洲鄉公所強調 已經向園民會申請到經費 這幾天就會修復 簡易自來水管線 至於房屋傾斜的居民 得再和居民溝通解決方式 記者王界村蔡明校評論報導 好